通常我們看演出的時候會被提醒 不可以用手機不要打電話 不過最近有一個作品叫做 科吉托斯 他讓大家在演出的時候打電動 科吉托斯結合了劇場表演 還有電玩遊戲 在開演之前 觀眾要先用手機下載程式 然後你就可以走進去 電玩遊戲的場景 跟三百個觀眾一起玩電動 對 要選Wi-Fi的那一個網路 就Cosix 然後進去以後 我們要打密碼 演出前三十分鐘 準備進場的觀眾 拿起手機下載軟體 劇場外展出電玩遊戲的角色介紹 觀眾可以在錄場前 錄下一段最後寧願 這是一場很不一樣的表演 導演邱怡淳邀請你走進劇場打電玩 我們一開始我們要挑戰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讓觀眾進來這裡 然後覺得是有共鳴的 如果你是有玩過遊戲的 你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先從Silence這遊戲 他本身的玩法去做一個改變 科技托斯的故事背景設定在未來世界 提起人要完成人類交托的遺願 探討科技與人類相互依賴的關係 中心思想是想要探討的是 人跟科技這個核心的層面 就等於說 其實我們一直很想很需要科技 就是可能是不同的時代下不同的元素 那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甚至在未來科技更重要 可是它是人類是發明的 它是因為人類的慾望而發明的 那我們在探討這個相負益著的關係 劇中完全沒有對白 演員就是現場樂手 舞者、DJ 三大屏幕呈現順利的場景 三百位觀眾邊看表演邊打電動 共同闖關 遊戲結果自己決定 這是電玩與表演藝術第一次跨界結合 年輕藝術家要徹底顛覆劇場的想像 電玩偏幕